唐朝当时一个算命大师 风水大师 关系很好 是李春风 民间不是袁天刚李春风做推背图吗 这是属于半人半神的人物 李春风有一次到这个武则天家里做客 武则天的爹呀 就说我呀有孩子 你给看看面相 行啊 给让李大师给看看 这么着呢 这武则天的父亲呢 就把这个武则天给抱出来了 当时就给武则天的扮作小男孩的模样 六岁的时候 父亲把我打扮成男孩 请一位道人给我看一下 李春风一看大吃一惊 四下无人看看 跟武则天的爹说了 小公子生得龙京凤净 日教龙人 此难福西之相 只可惜啊 是个男孩 若是个女孩啊 将来必可 君临天下 李春风说这话时候 他自个儿心里一惊 没想到把武则天的爹可给惊坏了 为什么 他自己知道啊 这不是个男孩 这是女孩 半成男孩模样 一听李春风说完这话呀 武则天的父亲 有如大货临头一般 这孩子小心养着吧 这可不是一般人 那么到后来呢 这武则天 长到了十四岁的时候 这一年 正赶上唐太宗啊 李世民啊 各地方选妃子 有人说 说这个老武家有个孩子 长得很漂亮 王公公 皇上知道我是谁吗 皇上知道 皇上听说 荆州都督五十月的女儿 生了美貌 这才招你入宫 做财人 就这么的稀了糊涂 就把这武则天选进宫去了 那确实 武则天长得也漂亮 唐太宗呢 很宠幸他 把他封为五妹娘 封他为财人 正五品呢 但是后来唐太宗呢 那见新鲜的见的也多了 一点点把他冷落 他一冷落多长时间 冷落他有十二年 后来唐太宗死了 死了他儿子继位 他儿子就唐高宗嘛 在这个唐太宗晚年的时候 你想后宫那么些加厉 唐太宗那个寸出来 根本都是宠幸不过来 那个时候这唐高宗啊 就跟五妹娘之间 有感情瓜葛 妹娘夜里都出现在我的梦中 我想求父皇 把妹娘自恶真 不 为什么 那样只会毁了五妹 可是我 殿下 只要殿下心中有妹娘 我们来日放长 两人就好上了 等后来高宗继位的时候呢 太宗死在这儿 把后宫啊 这些没生过孩子的 这些个宾妃 都给弄到感业寺出家威尼 其实等于替先皇守着了 这是 可是这时候呢 唐高宗啊 跟五妹娘之间呢 有着感情 藕断思连 还经常跑在庙里 偷偷摸摸着 俩人优惠 那么在那个时候 唐高宗有个妃子 在后宫很厉害 萧淑妃 也专权 唐高宗的政宫皇后 王皇后看着事来气 说我得想法找个女人呢 来制衡这个萧淑妃 她太得宠了 找谁呢 王后突然想到 这高宗不经常去改业寺 跟那五妹娘私会吗 咱把这五妹娘弄回来 跟高宗一说 高宗正有此意 不好张嘴呢 一看皇后如此贤德 那好吧 我就把她弄回来 就这么着 把五妹娘重新又弄回宫里 那一年五子田二十六岁 进去吧 奴婢五妹 拜见皇后 费国夫人 起来吧 难怪皇上 连那个妖媚的萧妃 也不常理会了 到底是一副天资果色呀 为了这件事 皇后不知费了多少苦心 以后你在皇后身边 要知恩图报才是 是 奴婢一定尽心竭力 报答皇后的再生之恩 弄回宫里头 可没想到 这才叫引狼入室 五妹娘不是吃素的毒啊 迅速之间 斗败萧淑妃 独宠后宫 那么接下来 吴泽天就琢磨了 这也不如哪儿到哪儿 我首先得把后宫一统天下 都是我的天下 那最大的障碍谁呢 就是这王皇后 王皇后毕竟是正宫啊 你没有什么特殊的罪过 你想把他打倒很难 所以当时 吴泽天心狠手辣 想到了个什么办法 他当时育友一儿一女 老大是个儿子 还有个小女儿 不大 刚出生 这王皇后呢 也是心里头 嫉妒吴泽天 你看打败萧淑妃了 这第二个 走了孙悟空 来的时候 他又上来了 心里他也不得行 有时候假装 嘘寒问暖的 来看看吴泽天 有这么一天 说吴泽天 他又生个小女儿 过来看下来 这王皇后前脚一走 吴泽天后边干了一件 谁也没想到的事 他自个儿把自个儿女儿给掐死了 小公主 小公主 你怎么了 小公主 你刚才谁在这儿 老叔 刚才小公主还好好睡着 没人惊动 屋里只有 只有皇后娘娘 为什么呢 嫁祸王皇后 皇上 美娘 皇上小公主 他 他死了 啊 唐高宗再狠也想不到 虎毒不食子 他没想到 吴泽天 能把自个儿生的女儿 掐死 这不用问 这就王皇后干的 高宗发雷霆之怒 废王立武 把王后废掉 立吴泽天 为政宫皇后 一下子 吴泽天 全清后宫 他成老大 公元六百五十五年 小小的五妹 终于爬上了 皇后的宝座 奉天成运 皇帝到恩 大唐永威六年十一月 丁宝座 策立武士为皇后 今此 臣妾叩谢皇上龙恩 那么到了这一步 吴泽天不甘心 在后宫当老大 他还要琢磨 哎 整个朝政 那个时候 高宗身体一点点不好了 吴泽天经常替高宗处理朝政 而且处理的很恰当 高宗也很信任他 那个时候 吴泽天开始 扶植自己的势力 你什么上官仪 这些官 跟吴泽天都有往来 等到后来 高宗驾崩的时候 这时候中中离显地位 哎 吴泽天呢 这时候已经是势力不可遏制 李显继位 没有一年 把李显废了 李瑞宗已大 这个时候 吴泽天开始独断朝纲 那么独断朝纲 人这个野心呢 是无穷无尽的 你光独断朝纲 他自个儿都不满意 所以混着混着 到公元690年 那一年 吴泽天已经67岁了 哎 把这些人都废掉 自个儿当皇上 改国后 原来这不是大唐吗 这回变成周 自己立位皇上 这是中国历史上 唯一一个女皇帝 吴泽天 公元690年 吴泽天 终于完成了他的夙愿 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改国号为周 定都洛阳 称为中国历史上 第一位女皇帝 他一直当到82岁 这皇上 你这就是 你想想 一个女人 在大唐的天下 当了15年皇上 那个时候 整个朝廷上下 还没有多少人反对他 这你不得不 佩服吴泽天的手腕 吴泽天 当时确实是 一方面呢 我保证 李唐的皇权 另外一方面呢 我呀 同时让这个 新兴地主阶层 得好处 你看 大唐那个时候 还有敌人节 这样的能人 咱现在看电视剧 什么大唐敌人节 断案什么的 那敌人节 就归吴泽天管 心服口服 同时他为了防止 老李这一阵作乱 我先想法比你造反 你要把天下 都让给为玄珍 这不算大罪吗 然后我再熟悉你 把奴隶王 如出落养 人家看管 我不给你斩尽杀绝 像你诗人 所以平书 有那么一段 叫薛刚反唐 说的就是这段历史 平书里说的 那把武则天 说的很不堪 其实历史上 武则天 把老李这威风 给打得心话了 当时 而且那个时候 说武则天 他知道怎么样 掌控 这个社会的安定 刚开始管的时候 一定要严格 开始实行告密 有人骂武则天 说武则天给中国人 带来不好的一方 就这告密 而且那是武则天 不光是告密 还任用库立 就是使大刑 上大刑 管理起来 这个属于铁腕政策 当时两个库立 一个叫莱俊晨 一个叫周星 他用莱俊晨 后来杀了周星 又逼莱俊晨自杀 结束了库立政治 还买了好来 你看我们 这都他俩的事 把他俩弄死就完了 当时莱俊晨跟周星 有个著名的典故 叫请君入翁 什么意思 俩人在一块喝酒 武则天已经告诉莱俊晨 你把周星给我弄死 莱俊晨问周星 周大人啊 我家里有犯人 我不管怎么严性拷打 他都不周 怎么办 周星说 哎你笨 我教你一招 你用一口大瓮 四周用炭火烧烤 人犯呢 让他蹲在中间 管保你叫他招什么 他就招什么 哎呀 来 别人说周大人高明啊 来来来 把这个手下叫给我 架火 放刺坛子 皇上赤令 查办秋官侍郎周星谋反之嫌 乃静晨 周星 请君入梦吧 周星一看 哭筒跪下来 让我说什么 我都招 你看 哎 这是请君入梦的展顾 武则天 重用这两个人 后来又都把这俩人弄死 这是他的手腕 所以这样武则天 再为十五年唐朝的整个经济 这时候他也算大洲吗 这个社会基于向前发展 老百姓也算安居乐业 就武则天这个时代 还是属于唐代 没有中断 连续发展的时代 所以他确确实实 这个女人呢 在执政啊 不光是获取政权有办法 兴旺这个政权 他也确实有一定的办法 从即日以 侧风险而为太子 代朕挂帅出征 敌人节 臣在 任你为左先锋大将军 而臣尊旨谢恩 臣尊旨 那么到后来 他到了82岁那年 他自己啊 也确实年纪老了 另外一点 他有几个地方不得人心 武则天呢 也希望自己的大洲天下呢 能够万万年 可是那个时代啊 中国这个王权 社会 他有些地方让武则天很别扭 你比方谁继承他这天下 咱们往往这一家嘛 说咱俩是一家的 男女是一家的 女孩呢 嫁出的姑娘泼水水 跟你不算一家 但是这女孩呢 毕竟跟父亲一个姓 这家和姓 把武则天困扰不少 说武则天 说那么这么 我要用我自己的儿子 他的孩子那姓李 跟高中生的 跟他倒是一家 可跟他不是一个姓 不姓武 说我用我的侄子 继承我天下 武赛斯吧 跟我是一个姓的 可跟我不是一家 你这个就麻烦 再加上后来 武赛斯也不怎么争气 所以就等于这只香火 基本就算断了 到后来 武则天 临到临终前 身体也不行了 自己就发一道赵文 恢复礼堂天下 我这个皇上 当十五年行了 作废了 你看 武则天 这个时候 审视多事 八度